哎呦 飞过来了 真棒 过来 还有你呢 过来 过来 准备开饭了 过来 开饭都不积极 来了 开饭了 这小家伙 吃饭都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来了 开饭了 哇 来了 那只小家伙 飞到对面的树上了 过来 飞那么远干嘛 飞回来了 现在飞行能力很厉害了 还是这只小家伙 乖 你就到处乱飞 你斜一斜 你的好兄弟 今天是收养 两只小家伙的第十一天了 已经开始 会自斜着吃东西了 现在他们的发型好帅了 这个风光太好看了 我发现他们有胡子的 看到他嘴巴旁边没有 两边 一边有三四根胡子 他这个胡子看起来 有点像那个啥 一时想不起来了 尾巴越来越长了 但是这个尾巴 它撞龙弄得不好看了 有虫子 谁要呢 都飞到我手上来了 这小家伙聪明 来 让他自己走来吃 他开始慢慢学自己吃东西了 真棒 来 还有你呢 过来 再不过来 他就吃了 来 过来 这小家伙在学吃东西 怎么办 应该过两三天 就会自己吃东西了 来 给你 你吃了两条了 先给他吃一条 对了 还会抢吃了 这小家伙 还啄我的手呢 奇怪 今天怎么没有看到那两只红尾被过来叫呢 难道出窝飞走了吗 都飞到这棵树上了 在上面跳来跳去 飞来飞去 带奶奶去打针 没人喂他们 都饿瘦了 这个饲料里面加了四红柿的 跟蛋黄的 他们很喜欢吃 吃饱了吧 可能小家伙多乖 哈哈 然后还有一条熊子 你真棒 这小家伙有吃的跑到最快了 有网友说这两只不是红尾被 所以 它矮桌上没有红毛 雏鸟它是没有红毛的 知道吧 它矮桌上的红毛 它是换毛之后才会长出来 就跟八哥的风罐一样 换毛之后才会长出来 屁股上的红毛也是 雏鸟是没有的 这一只小家伙就安安静静的趴在这里玩 那一只的话就比较调皮 它肥到竹子上了 喜欢到处肥 这就跑回笼子了 完了就这就回笼子了 它们会这就回笼子了